在這個智能氣球攜帶的小型降落傘上高 還有喇叭用來播放批評北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的信息 由首以朝鮮改革開放委員會技術人員開發的這種智能機器 使用3D打印和網上採購的零件可以發送傳單 而電子喇叭就可以播放語音信息 有時還配備GPS功能 電池能量可以令氣球跨越邊境幾十公里 蓋團體每個月都會在吹北風的時候 發放一到兩次智能氣球 氣球裝滿氫氣之後 每個智能氣球的載重量可以達到7公斤半 多數的氣球都裝有預先設置的裝置 可以根據預期的飛行路線 風力和其他天氣條件分批發放1,500張傳單 智能氣球每個造價達到1,000美元 朝鮮改革開放委員會 目前大約有30名核心成員 資金來自社員和社會捐款 據悉韓國有幾個團體 會定期向北朝鮮發送氣球